好 焦点回到国内定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了 中午会变热咯 详细状况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 戴雨冈来告诉我们 在今天温度的状况来说 到了中午的时候会比昨天还要再更高一些 所以要提醒您今天外出穿着方面 要穿着比较舒适透气的衣服了 不过北部的朋友啊 今天仍然是一个属于多云时勤 偶尔下点短暂雨的机会 道中南部仍然是天气晴朗又炎热 来看看卫星云图 北部云层量多跟北方的云带有关了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江南地区 有些云带正在逐渐的东移 今天白天的时候呢 有些云层刚好通过了北台湾 可以看到有些云层在通过 所以呢相对的云层量偏多 那下雨呢 倒是不怎么会下雨 只有零星的一些毛毛雨的状况 在北部海岸线跟阳明山地区 那中南部呢 今天白天仍然是天气晴朗又稳定 今天可是星期五了 明后天的周休假期来说呢 最主要可以看到 这边天气晴朗就是太平洋高压了 高压的势力逐渐伸展过来 上来的是南风 相对的温度偏高 明后天呢 要特别注意到就是户外活动 多补充水分了 到了下礼拜一 还是南风吹拂之下 温度可就到了34度的高温 目前来看的话呢 再来的封面影响 预估可能会要到下周六的时候 才会接近了 我们接着来看看今天的温度有多高了 北部地区多云时期 偶尔下点短暂雨 温度29度比昨天高了 中部30度 南部32度 户外活动要特别注意到防晒了 而东半部地区呢 主要在花莲台东 早晚的时候有点零星短暂雨 白天天气晴朗 温度29度 再来就看看未来一周的天气了 目前来看 明后天你出去旅游 外出要注意防晒 温度状况来说呢 33度的高温 只有在山区会有午后真雨 下礼拜一开始 炎热的天气持续有三天的时间 中午温度到了34度 可要小心不要中暑了 另外到了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 北部才有一些午后真雨的机会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 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形态来说 都是属于一个偏向于炎热的天气 那今天小丁宁给您个提醒了 最主要中南部的朋友 等一下外出 还是要注意到防晒 紫外线偏强 还有一点 今天全台湾户外活动 记得多多补充水分 现场交还给主播 我 换